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4 创下了自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 取代委内瑞拉成为美洲第一 其中仅12月份 阿根廷平均物价就上涨了25.5% 欧洲自由与进步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尤金尼奥·马里认为 阿根廷境外汇储备已严重亏空 五分之二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巨额债务偿付即将到来 而燃料 公共交通 电费和天然气费将面临多轮涨价 上周六 有上万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举行示威 反对米莱的休克疗法 米莱的救命稻草还是借钱 在1月3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派代表团前往阿根廷 重启中断多年的贷款协议 1月10日 IMF发布声明称 如果获得该机构执行董事会批准 阿根廷将获得约47亿美元的贷款 米莱政府则设定 2024年净储备积累目标为100亿美元 而阿根廷上上届政府 也就是马里克政府还欠着440亿美元 新债还旧债 钱驴既穷 不就是又跳回到套路贷现金里了吗 更恐怖的是 在1月11日 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 将在今年内发行1万和200000面额的比锁 以满足公众日常交易需要 提高金融系统运作效率 以及节约印钞成本 而比锁此前最大面值为2000 照这个节奏走下去 阿根廷将来可能不是变成90年代的俄罗斯 而是会变成金巴布韦 看下时间点就可以知道 这是IMF要求米莱这么做的 10日 IMF宣布提供47亿美元贷款 11日 阿根廷央行宣布发行大面值比锁 要求本国货币大幅贬值 以增加出口 这是IMF对债务过一贯手段 有了这些外汇收入 阿根廷才有可能完成2024年净储备积累为100亿美元的目标 才能还钱 同时 阿根廷还要削减社会福利 减少政府开支 比如取消儿童义务教育 医疗补助 最低工资保障等等 有些人说IMF是来给当后台的 想多了 这就是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兽 我管你是不是民不聊生 就阿根廷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 搞不好以后还会看到10万 100万 1000万的比锁面额 因为恶性通货膨胀是一个无底洞 前几年 金巴布韦人上街 身上没有带个十亿八亿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金巴布韦经济崩溃 就是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 但如果不发行这种超级纸币呢 那你上公交车都得扛麻袋付车费 因为物价每天都在飞涨 而政府除了印钱 没有任何办法应对 简单说下金巴布韦的问题 给阿根廷做个对照 为什么不用俄罗斯做对比 因为大毛熊有何武器 比起了他能跟放高利贷的同归于尽 他地处非洲东南部 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气候宜人 首都哈拉雷是非洲最宜居的城市 1880年之前 这里叫马塔贝莱王国 1888年在南非的英国势力向北扩张 英国人罗德斯骗诱国王洛本谷 在10月30日签下采矿协议书 罗德斯成立了英国南非公司 这是一家有军队 有银行的公司 英国人要的不仅仅是开矿权 而是要将亡国变成殖民地 这里的人民就开始反抗 但反抗一次就被屠杀一次 1893年 洛本谷国王死在逃难途中 1895年 罗德斯将这里和赞比西河 伊北地区合并 成为罗德西亚 1897年 英国人以赞比西河为戒 将罗德西亚分成南北两块 1950年 非洲独立运动爆发 经过多年抗争 南罗德西亚终于迎来了独立 1980年2月举行大选 国名改为金巴布韦 北罗德西亚就是赞比亚 金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 与英国保守党政府达成协议 金巴布韦不以暴力手段 夺回白人占据的土地 英国向金巴布韦提供经济援助 以促使其用赎买方式 从白人手中购回土地 但穆加贝把英国想得太好了 英国提供援助 不是因为它便仁慈 而是担心苏联力量会进入南部非洲 金巴布韦独立不久 就成了非洲绿洲 金巴布韦远比美元还值钱 1980年6月 亿美元兑换0.68金元 金巴布韦经济来源 有曾为世界第三的黄金储量 世界前三的钻石出口 玉米和小麦出口 盐草 纺织业 穆加贝是个知识分子 他一开始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当年 英国人剥削之残酷是难以想象的 连处女第一次跟男人发生关系 英国人都要征收新娘税 再将这些税收补贴给白人经营的农场和矿产 穆加贝废除了大多数殖民时期的税收 在外汇收入和英国援助的经济支撑下 金巴布韦在1980到1990年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就 比如全国小学义务教育 1984年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7% 收到联合国表彰 穷人在一定收入线以下可以得到免费医疗服务 制定最低工资法 金巴布韦在那十年的成就虽然在全世界并不算耀眼 但在非洲那就是模范生 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内 金巴布韦经济成果几乎毁育一旦 第一个问题是布莱尔的英国工党政府撕毁了援助契约 切断了金巴布韦的一条血管 原因是苏联解体 底缘政治威胁已经不存在 第二个问题是外债 原先的殖民政府有一笔7亿美元外债 穆加贝为了保留殖民时期的矿业设备和农业设备 继承了这笔债务 这7亿美元到期时间是1981年 1983年刚刚独立的金巴布韦无力偿还 只能借新债 后来这笔债务成了一个陷阱 第三个问题是金巴布韦是内陆国 出口贸易和输油管道需要借到莫桑比克港口 金巴布韦除了要支付费用外 还要在动荡的莫桑比克维持一支1.2万人以上的军队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福利高投入 使得金巴布韦政府难以承受突发性的经济危机 第五个问题是土地赎买政策推进缓慢 金巴布韦人民需要的耕地面积远远无法满足 这些问题积累到90年中期就爆发了 因为土地赎买伤害了白人利益 英国除了断绝援助之外 还以种种理由对老朋友穆加倍政府发起了制裁 金巴布韦向美国和日本借钱 最后也不得不向IMF借钱 不久 美国也加入了制裁金巴布韦行列 英美烟草公司不再收购其烟草 再次沉重打击了金巴布韦的经济 金巴布韦更加依赖于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那么他只能接受IMF制定的经济方案 也跟休克疗法差不多 1.货币贬值 以提高出口商庭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取消义务教育 医疗补贴 农业补贴 减少财政支出 3.金巴布韦完全实现贸易自由化 放开进口限制 4.放弃对外汇市场的管制 IMF还要求其取消最低工资保障 彻底放开物价 排卖国企和矿山 当时西方媒体称 金巴布韦将迎来最大的财富收入 1991到2001年 金巴布韦经济却走向深渊 由于医疗补贴取消 穷人无力看病 金巴布韦人均寿命 从1985年的61.4岁 直接降到了44.6岁 义务教育在1991年取消 穷人家的孩子根本无力进入校园 所谓休克疗法 唯一成就是摧毁了 金巴布韦社会的公共福利系统 同时 它的纺织业也被低关税摧毁 造成大量人口失业 1992年大旱 金巴布韦这个非洲粮仓 又不得不耗费外汇进口粮食 1999年 粮价暴涨14倍 一切魔幻般的行为 就从粮价开始了 2002年 IMF不再提供新贷款 要求其偿还到期债务 金巴布韦货币面值 变从100元到1000元到1万元 100万亿 直到完全使用美元和人民币 欧元 本国货币消失 为了自救 金巴布韦加强与中国合作 将矿山交给中国开发 但这也不行 因为金巴布韦的NGO组织 要出来阻挠中国企业开工建设 比如一家叫自然资源治理中心的环保NGO 就天天带人来跟中资企业闹 然后美国之音进来拍摄 说中国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 NGO头目还说 金巴布韦的目标是减少碳排放 不是经济收入 现在金巴布韦货币算是稳定了一些 流通还是以美元和人民币为主 米莱要阿根廷央行 以200000面值的比锁 说白了就是为将来避免麻袋装钱做准备 金巴布韦经济彻底崩溃用了十几年时间 一杯咖啡卖到十亿金元 但他毕竟还有丰富的矿产 只要有人帮他搞好基建 还是能变成财富的 阿根廷有什么 米莱居然还敢去找IMF借钱 搞笑的是 一些公知一知半解的经济术语 闭着眼睛称他会创造奇迹 但疯狂嘲笑金巴布韦的也是他们这些人 米莱能把阿根廷坑到什么程度 还要看他背后势力的欲望 阿根廷人已经上街翻垃圾箱着水果和蔬菜了 90年代 莫斯科居民也是上街翻垃圾箱着水果和蔬菜 历史何其相似 但有的人天天不愿意相信历史会被复制 也许阿根廷人在米莱的带领下 哥哥成为亿万富翁的日子不远了